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确诊184万4184人 全球死亡今天又多了8851个人 然后你可以看到美国的CDC 他们终于承认无法消灭掉这个COVID-19的病毒 这个病毒只会不断的变种下去 然后他似乎每次变种都变得更加的可怕 破坏力更强 所以美国CDC说这个病毒它会永远存在当中 那么我们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尽可能来控制它 可能打疫苗还是这些COVID-19的一些特效药在研发当中 或许我们人类当然还有就是一些措施 口罩 社交距离 群洗手等等 这些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去最大化来很好的应对这个病毒 你要消灭掉它基本上现在我觉得很多科学家都不认为 这个COVID-19你能够消灭掉它的 当然现在乌克兰的战争还在打着当中 现在一些人的分析是说了就是慢慢乌克兰会输 然后可能他整个国家会被俄罗斯并囤掉了 成为他可能一个新的一个国家的一部分 当然近期国际也都特别是欧美国家 他们都在制裁这个俄罗斯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蛮大的变数了 因为全球所谓的和平 根本是一个假象 随着战争的爆发 所以这当然会影响到全球的经济 特别是那些在俄罗斯有生意的 然后影响到现在Bren Oil的价钱飙高 乌克兰也是战争 所以你看到大卖的价格飙升了上来 然后全球的供应链的混乱预期会更加糟糕 这对股市 特别是最近欧洲的市场回调了蛮大的一轮下来 这都是一个直接的负面的影响 不过马股今天也是不错啦 KLCI起了15.46 收在1562.33 上涨的counter700个下跌的216个 因为昨天是跌的蛮凶的啦 整个市场 所以或许今天至少啦 它是一个technical rebound 技术上的一个反弹 从Bren Oil现在是飙高啦 乌克兰战争 现在Bren Oil一桶 125块美金 所以今天一些油气股就有期啦 像PKM2.8% Dnex 12.3% Hibiscus 2.3% 然后最近CPO油中的价钱啊 当然也是周高 现在一吨是7,06块 是相当惊人的一个价位 所以今天一些油中股当然有期啦 Sign Darby Plantation 5% TSH 5.6% Jaya Tiaza 7.5% 大安4.3% HS Plantation 6.5% 然后今天再来就是科技股有期咯 因为昨天科技股都跌的蛮吓人的 那么今天它就来了一个反弹 Inari 3.8% Francon 18.1% DNO 11.9% Data PRP 37.7% Gratex 13.8% VS 7.1% MyEG 3.4% MPI 10.3% 我本身啊 当然不停做一个选股服务 Jams'N Stockpick 就每个星期会出一份选股的报告 然后上面会用价值投资 基本面的方法来做选股 然后来到今天 相当多选股 回酬是不错的 像Aion今天起了3.5% 所在1块4毛9 可以看到EPF一天也买了63万股 之前我选它8毛钱 也派了股息1.5分 这一年6个多月也是有88%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4年 Airport起了4.1% 所在6块3毛1 所以EPF一天也买了6万股 Airport的股票 之前我选它4块3 这一年4个多月也是有47%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3年 Chinghin起了6.1% 所在2块6毛2 他们最近卖了SolarVest 1.5%的票 卖了950万 所以之前选它 Before Bonus Issue 57分 也派了股息4.5分 这两年一个多月也是有597%的回酬 其他公司可能你要等一个12年 但还有其他的选股 我这边不说了 所这个报告上面是用基本面投资法 这个方法是全球退休基金 保险公司 信托基金公司和很多著名的投资家当中最出名的 当然是巴斯·巴斯·巴菲特 他本身是取得巨大的成功 他一度是全球的首富 手机门面投资法 就是我们会去研究 现在挂牌公司的财报 年报季报 来挑选出各方面 比较强的公司 比如说公司董事局成员的背景 必须是绝对是顶尖领先的在行业里面 然后公司未来利润的潜能要大 潜能不停的成长 资产负债表要稳健 不能像恒大负债累累 现金流的是很重要的一家好的公司 在他的运营当中 他能够让现金不停的流进去他的公司 股息的派发也体现一家公司 有没有照顾小股东的权益等等等 会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这要强调这绝对不是短期 投机的一个做法 会建议至少半年后一个两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两年之后 如果疫情得到比较好的控制 全球经济能够复苏 如果未来这些公司赚更多钱的话 那其实你赚钱的机会是挺高的 那你潜在的回酬也不会低 所以我非常欢迎 你可以来直接的email我 还是来whatset我 我的email address跟whatset号码 在下面的discretion 还是你直接在我facebook PM我 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好 今天来跟大家潜聊 这一家 OK 大型的手套公司 就是Turt Glove Corporation Berhut 它的cord是Turt Glove 那么今天业绩出炉了 然后可能市场被吓到一下 跌了一个10.2% 收在1块6毛8 我觉得市场应该是预期会跌 只是没有想到会跌那么多 跌了蛮多一下 那么它在2019年10月份 它那时候是1块21.7分 换句话说两年多 它的回酬从1块21.7分 起到今天1块6毛8 还是有38%的回酬 OK 两年多还是有38%的回酬 市值marketcap 138亿 其中一家 马股 另外一家是Hata Lega 这两家都是在马股比较大型的 手套的公司 它是138亿 公司是net cash 就是赚了这个灾难财之后 在手上的现金有一个13亿 Current Ratio 2.07倍 然后业绩今天出炉是回调 QOQ跌了一个53% 因为它的revenue收入其实是跌了一些下来 QOQ 那么好 手套公司 它的业务就是生产跟销售手套在全球 然后最近他们宣布了 就是原本要在香港那边挂牌上市 把香港的IPO也是延时了 就是有最近一些不利的因素 比方说市场不稳定 现在乌克兰的战争 然后当然今年又可能美国要升息非常多次 也是影响了整个大市的一个回调 然后再加上 手套行业整体而言 确实这段期间也是比较挑战 因为你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新的player 加进来像Massin 然后中国那边rem up他们的production 又是非常夸张的那一种 所以手套目前supply and demand 还没有真正平衡下来 至少这个短期的一个时间 种种不利的因素就让他们香港那边先暂停下来 反正他们现在他们也说了短期内他们会暂时stop 他们的这个expansion他们的扩张 因为现在你去拼命去建新厂 建新的升厂线是不理智的 utilization的不够高嘛对嘛 就像你开了一个新店有没有顾客的话 那你只会蒙受亏损 然后暂时他们的扩张是暂时停了下来 香港那边就没有必要再拿新的资金进来先暂停一下 好我们来看今天新鲜出炉的 Second quarter financial year 22年 我们来看QOQ 暗季 暗季的话 它的revenue收入跌了9% 从第一季度15.8亿 跌到这个第二季度14.5亿 当然收入也是跌了蛮多了 QOQ竟然跌了53% 第一季度赚了1.9亿 来到这个第二季度是赚了8800 OK只是一个8800万 所以我觉得市场可能就有一点失望 因为可能之前市场预期至少有1亿的profit 谁知道还没有到9000万 只是8800万的net profit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应该猜到了没有surprise 就是因为 所以它的ASP当然已经非常接近COVID之前的那个价位了 OK非常接近了 所以换句话说他们觉得应该这个ASP下跌的空间已经非常非常有限了 OK现在的价位已经蛮低了 然后我看了这个Turtglove的新闻了 就是他的老板 OK当税令接受采访 他有在暗示了 就是说可能手他的ASP去到年底的时候可能会起回一点点了 OK我有看到他这个暗示 所以换句话说现在平均的售价应该是很低了 非常非常低 当然这个季度profit margin也是走低了 然后当然成本是上升 比方说水电这方面utilities比较贵 然后他的staff更不用讲了 因为员工嘛 特别你要照顾外劳 所以外劳那边的开销肯定是更多 因为他之前为了满足美国的那边 因为之前他的产品变ban 不能进去美国 然后美国那边是要求他对待外劳比较好一点 包括为他们提供更大监的这个住宿 然后相信薪金福利方面应该也是有调高 OK 所以他在人力的那边 Celary各方面的benefits 那边都提升了上来 再加上成本还是蛮高的 OK 所种种的成本就当然拉低了他的bottom line 他的net profit 然后再加上竞争 就刚才说很多新的player进来 然后中国泰国那边也是提高他们产量在这个时候 So demand supply嘛 你supply变多的话 当然价钱就受压了 ASP就走了下来了 Bottom 也是有好消息啦 他这个季度sales volume 他的销量终于QOQ增加了10% 跟first quarter来比的话 因为特别是他美国那边的销售QOQ是增加了120%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那边的销售啊 他已经慢慢恢复了 之前美国那边的一个数量 因为他之前被bend掉去卖去美国的那个量啊 真的是很痛苦 因为美国的市场是通常 margin会比较高 卖到比较高的价钱 所种于他美国那边的sales volume QOQ增加了120% 非常不错 然后他有提到他的一些顾客 也是开始订单 终于走了进来了 因为他们觉得 目前手套的ASP已经比较合理了 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订单就进来了 OK 因为他们也是要补充 他们的这个inventory 因为手套反正是一次性用过就丢的东西 那么他顾客那边的货源 当然有一天会用完啦 OK他们也是要补货的 所以他的顾客终于开始补货了 再加上NITRILETEX这个丁金乳胶的成本也终于走跌了 QOQNITRI是跌了36% 他们的价钱了 现在一kilo是美金一块一毛半 所以这是是好的事情啦 因为他生产NITRILETEX的手套的话成本跌 当然就比较 profit方面就会比较保折住啦 如果他的原材料的成本跌下来的话 所以展望未来长期而言他们的扩张还是有的 就是他们target是三年后 2025年年底之前啊 他们那时候target会有58件工厂 1400个生产线 然后那时候的一年的产能啊 他们要提高到1880亿只 目前他的年产能只是1000亿只 换句话说他们target三年多之后啊 他们的年产能要增加多880亿只 他们还是要成为世界上 那时候可能是仅次于中国第二大的手套的公司 他们的这个中长期的扩张还是有啦 目前只是可能今年他们的扩张会暂时stop一下 可能就明年开始啊 他们的扩张又来了 OK 因为那时候他们否则这个手套的demand会回来的 OK 这是他们过去30多年说他们的经验啊 就是整个周期起起跌跌 他们所学到的一个经验 然后他们也很自豪啦 就是在上个月2月份的时候 Turt Glove终于被放进去 S&P Global Sustainability Yearbook 就是一个这个名单里面啊 终于加进了Turt Glove 就是说他们终于被S&P认可 说全球其中一个生意能够维持下去的公司咯 因为你懂啦 西方他们是很看重这个Sustainability的一个东西在那边 特别是他对待外劳啊 然后他在环境和环保的努力 在啊对社会啊 人权各方面 如果啊 他到了所谓啊 这个西方的一个标准的话 他就会被放进这个List里面 那么自己Utilization啊 有提升哦 因为去年9月份的时候 他们的Utilization是60% 马来到啊 2月份啊 已经啊 回到73% 那就是为什么 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季度 啊 Sales Volume啊 又啊 提升了一个10% 那么去到年底的话 我觉得他们 foresee啦 因为啊 这个Utilization去到年底啊 理论上会啊 去到更高 可能能够去到80% 还是80多%啊 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啊 很多人很多人的forecast 去到啊 年底的时候啊 应该 这些手套的买家啊 陆陆续续都会啊 抛出比较大型的订单来订货了 来 replenish他们的inventory 所以啊 总的来讲啊 手套现在是不是一个机会了 OK 当然这个问题见仁见智 毕竟啊 这些手套公司 从他们的巅峰啊 当然包括顶级手套是跌了啊 蛮多下来 Turkloft之前最高应该是9块多啊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9块多跌到现在1块6毛8 OK啊 是真的非常夸张哦 是啊 真的是跌破眼镜啊 是没有想到会跌这样多下来 so啊 当然目前好处是说在手套公司 当他们经历了那个ASP顶峰之后 啊 公司是真的赚了很多钱啊 很多都变成啊 next cash的公司 包括啊 Turkloft Turkloft啊 在手上的现金还是高达13亿 Current ratio 2.07倍啊 那么当然啊 来临业绩展望啊 就是啊 这个6月份 so这个6月份的业绩 会不会继续跌啊 啊 我觉得可能会有哈 因为还有一个东西 就是房融税 OK 这个房融税的冲击啊 可能啊 在这个今天的业绩 你还没有看到 我觉得未来可能一两个季度 你会看到啊 房融税在那边会啊 多少 有一个impact在那边 OK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今年啊 才几个季度啊 或许啊 让个人看法啊 我觉得可能最糟的情形 还没有见到 那么今年 当然2022年 对于手套公司是啊 逆风的一年了 我觉得大家务必要啊 做好心理准备的 把长期而言 还是看好啊 因为啊 长期而言的话 这个手套的demand 只会啊 越来越多了 不会减少 OK 当然啊 聊了那么一些 还是要disclaimer 最重要那四个字 就是啊 买卖支付 OK 这四个字 买卖支付 是最重要的 好 今天的视频分享 暂时啊 聊到这边 我们觉得这个视频 有有用的咨询 记得把它like跟share出去 喜欢 如果让更多人收回 也记得按订阅 打开铃铛 你便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来收到新视频的通知 那最后啊 要感谢大家抽出时间这边收看 我们再会 拜拜 管 согласolen 光顿